要说五代第一强人,则非后周失踪柴蓉莫属,他曾经设想祈求上天可以开给他三十年时间让他重整天下,一统河山,可惜天不暇年,在三十九岁那年,柴蓉便突然病逝,留下孤儿寡母的周公帝和福太后苦苦支撑,趁此良机后周大将赵匡印发动陈桥兵变,代周建宋,宋朝建立后,柴蓉后人在宋朝的待遇,结局如何呢?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,这里是妙文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都言赵匡印仁词,特意给子孙后代留有一讯,其中一条是这样说的,柴氏子孙有罪。 不得家刑,纵犯谋逆,至于狱中刺进,不得适操行路,亦不得连坐支属,其实,在柴蓉七个儿子中真正享受一讯待遇的只有其中一个儿子及其后人,至于其余六个儿子都没有获此殊荣,相反有的差点迎来杀身之祸。 柴蓉前三子刚出生不久,在后汉时期就被汉隐帝杀害,后汉隐帝当政后,派人暗杀柴蓉的养父郭威,谁知事情败露,郭威怒而反之,后汉隐帝以此为借口,将郭威的家人全部处死。 柴蓉的前三子也在牵连之内,后周建立后,柴蓉先后又有四个儿子诞生。 其中五子曹王柴熙让在赵匡印带周建宋时,为了躲避赵匡印的追杀改姓宁,此后流落天下,不知所踪,六子姬王柴熙锦和七子姬王柴熙惠在赵匡印夺位成功,初次进入皇宫时,差点被赵匡印处死,当时兴赖攀美的据礼力争,俩人才幸免于难,对于两位幼子如何处置? 但是,赵匡印没有选择让他们继续留在柴家,而是根据朝中两位大臣的发言,把两位前朝皇子分别送给他们收养,其中六子姬王柴熙锦,赵匡印把他送给了潘美,成为潘美的收养儿子后。 潘美将柴熙锦的名字改为潘美级,年长后潘美级指称,潘美为父亲不在族谱中提及潘美的其他家人,这点在后世出土的潘美级的木制名中可以佐证,弃子齐王柴熙惠由卢衍收养。 卢衍在赵匡印带周剑宋时以唐瑜接受不灭诸君的提议建议,赵匡印封周公帝为正王,不要赶尽杀绝。 赵匡印听从了卢衍的建议,并决定将柴熙幼子柴熙惠交由卢衍抚养,并改名卢玄,柴熙惠年长后,卢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,除了被杀的,失踪的,改名被收养,失去皇族身份的。 剩下的唯一一个儿子柴宗训成了柴熙后人明面上的代表,对于柴熙的这个儿子,赵匡印表达了自己的大度,他封柴宗训为正王,将其迁往房州,并特意下旨,优待柴宗训母子,赐丹书铁券,后来更是在为子孙遗留的三条遗训中,留下一条柴氏子孙有罪,不得嫁刑,纵犯谋逆,只于狱中赐尽,不得适操行录,亦不得连坐之属,以此来表现自己的仁慈。 不过后州天下都被赵匡印窃取了,这点仅有的仁慈算仁慈吗?也许相比于其他朝代的末代帝王,柴熙后人算是幸运吧。 后州政权在郭威和柴熙的治理下,实力得到长足发展,倘若柴熙能多活几年,后州大概率就能灭掉契丹。 北汉真正建立一统政权,可惜柴熙一死,后州群龙无首,柴熙第四子,年仅八岁的柴宗逊由宰相范志等大臣扶持,继立为帝,即为后州公帝,到了公元九百六十年,赵匡印眼看柴宗逊尚且年幼,朝堂上尽是一帮文官,他便趁乱黄袍加身,建立北宗政权,取代后州,据史料记载,郭威生有两个儿子郭栋,郭信,皆被后汉引帝所杀,不得已,过继内置柴熙。 延续香火,后州失踪柴熙,共有七个儿子,前三个儿子,皆被后汉引帝刘成又所杀,没留下血脉,赵匡印窜朝夺位之时,柴熙尚有四个儿子在世,除柴宗逊之外,其他三人分别是柴熙让,柴熙锦,柴熙慧,开宝六年,柴宗逊因病去世,享年二十一岁,赵匡印文之,肃福发哀,绰朝十日,遇赐柴宗逊为公皇帝,徐通建长边,开宝六年三月以卯,房州上沿,周正王促, 上宿府发哀,绰世朝十日,以七年十月,归葬于世宗庆陵之策,赵有司定誓约公皇帝,陵约顺陵,新五代史,曾有记载,柴宗逊生有五子,分别是柴永齐,柴永连,柴永慧,柴永孝,柴永胜,柴宗逊去世后,长自柴永齐,被赵匡印封为郑国公,笔者又查阅多方史书,都没有查到柴宗逊其他四个儿子,及其后裔的蛛丝马迹, 我们能得出一种结论,除柴永齐之外,柴宗逊其他几个儿子,或因为早邀,或因其他变故,说白了,他们可能早早地离开人世,所以史书上才没有留下他们的相关记载,被封为郑国公的柴永齐,下场也颇为凄惨,郑国公是世袭网替的爵位,可在赵匡印之后,有关宋朝的史书里, 除柴永齐之外,并没有其他人世袭网替,继承郑国公爵位,那只有一个可能,柴永齐没有留下子嗣,或许生的都是闺女,导致郑国公这个爵位被荒废,不可否认的是,自柴宗逊去世后,他这一脉基本上算是断了,回过头再来看看,柴永齐他几个儿子有着怎样的结局,柴熙让,柴熙会二人分别被封为曹王,其王,北宋文学家王拱,在其著作《随手杂录》中记载,柴熙让被赵匡印过境, 给潘美,后改名潘维吉,柴熙会被赵匡印过境给越国公卢眼,这二人是否有血脉流传?至今无从知晓,可柴熙让,柴熙会已被赵匡印过境给他人,且改名唤姓,即使他们俩真有后代留存,与后周柴家也无任何关系了,柴熙最后一个儿子柴熙锦,于钱德二年因病去世,按照柴熙锦生足年月计算,他去世时,至多不超过六岁,六岁的孩子也不可能会留存血脉,因此, 自从后周灭亡,后周世宗柴熙这一脉便基本断绝香火,说来也巧,宋仁宗赵珍是整个两宗有名的贤君,可宋仁宗所生的三个皇子全部夭折,不得已,宋仁宗把亲弟弟,蒲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赵宗时,过继为自己的儿子,赵宗时就是后来的宋英宗赵鼠,宋慧耀记载,金黄寺未立,臣且未至,奈何绝人之士,灭人之士,而防祭祀之福也, 由于宋仁宗赵珍的几个儿子接连夭折,他与大臣商议,是不是后周宗庙许久无人祭祀,才导致赵家遭受报应,古人都很信奉这些迷信学说,为了能顺利生下儿子,宋仁宗于家幼五年,公元一千零六十年,下诏,一令有私取柴氏谱系,于朱房中推罪掌一人,令岁时轻奉周氏四事,可见。 当时已年过五旬的宋仁宗,为了能生出个孩子,真是煞费苦心,还把前朝宗室搬了出来,以警校友,总之,从家幼五年时,赵家皇帝把年纪最长的柴氏后人柴永策,封为崇义公,崇义公也是世袭网替的爵位,有史可考,自柴永策之后,崇义公一脉贯穿两宋,南宋祥兴二年,柴家后人柴安乃最后一任崇义公, 除宋仁宗后代柴氏后人,宋徽宗,包括宋高宗赵构,都屡次对柴氏后人加封,甚至在宋朝,柴氏后人还有这样的特权,周氏宗后,樊京交寺,陆其子孙一人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,每年柴氏宗柴永的后人,可以得到一个名额,不经过柯举入朝当官,宋徽宗于正和八年下诏,除崇义公依旧外,则柴氏最常建在者以其祖父为周公帝后,以其孙氏氏为宣一郎, 监州灵庙,与之献请给,以是寄决之人,为国二克,永为定制,从以上这些历史记载来看,宋朝统治者们的确优待了柴家后人,但话又说回来,赵家皇帝们若是真的优待柴氏后人,那为何赵光印把柴宗逊贬出至房县大山里呢? 谁都清楚,柴宗逊过惯了锦衣玉石的生活。 大山里与世隔绝,生活条件更不如开封变梁,赵光印此举不还是对柴宗逊有所提防吗? 另外,我们是不是有理由相信,无论宋仁宗或宋徽宗,他们之所以会给柴氏后人如此优待,就是因为柴宗逊包括他的三个兄弟,也就是柴蓉直系血脉全部夭折,没有直系子孙留存于世,宋仁宗明面上是从柴氏后人当中挑选一位年长者,对其加官进决。 实则,他是想通过这个方法,彰显出皇恩浩荡,也能向天下人证明,赵氏子孙没有违背祖训,这样就不会留下口舌之争。 其实,宋朝的皇帝们还是对柴氏后人有所提防,不然的话,赵光印为何会把柴熙让柴熙会过祭给他人呢? 同学们要清楚,赵光印身受后洲世宗柴蓉的器重,他比谁都清楚柴蓉家里的那点事,也就是说,赵光印十分了解柴蓉子嗣血缘稀薄,他才会把柴熙让,柴熙会过祭给其他大臣,如若不然,赵家也有许多庞系子孙,为何赵光印不把赵家人过祭给他人呢? 总的来说,古往今来,凡是那些能叫得上名字的前朝皇室血脉,落得善终的例子并不多,赵光印也好。 赵真也罢,即便他们是做做样子,但也给前朝皇室的子孙留有几分薄面,并没有把他们赶尽杀绝,毕竟,柴氏后人确实得到了绝位。